就是這個花在每年二月成為旅客出遊 他親取景的新頭好 櫻花季指標景點之一 就在台中武林農場 想要朝聖滿山的櫻花 有人快閃一日來回 也有人決定來去武林過一夜 工作人員接聽訂房來電 對比電腦螢幕上的一片紅 因為不只電話進線旅客想訂房 還有人直接打開訂房網頁 瞄準武林農場國民賓館住房 沒想到2024年2月全部售罄 快點去訂訂看 一下子秒殺了 我也嘗試著來訂訂看 結果真的是秒殺 11月1號早上的8點半已經開放了 那我在櫻花季期間22天的房間 2500多間在一分鐘內是已經秒殺 賞英住房如同熱門展演票券銷售一樣 還有清票的情節 三天後就會有零星住房釋出 萬一錯過訂房 12月份還有這個機會 270幾間的櫻蔚 那在12月1號早上的8點 開放櫻花季的定位 2024年武林櫻花季 從2月8號到29號歷時22天 踏上賞英之路路途遙遠 秋天率先開放賞英訂房 因為有房就有通行證 有了借項附加條件 讓卡位搶住房炙手可熱 三日新聞王子宇 張俊東 台中採